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水星乌语》 这部影片拿下了201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好几项大奖 但也备受争议 整部片子是以青蓝色调为主 充满着浪漫奇幻的氛围 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盛宴 这是一个所有边缘人拥抱在一起 就能对抗黑暗世界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63年的冷战时期 埃里莎是一名雅女 她在政府实验室里工作 她平时就是在研究所做清洁工作 是那里的一名清洁工 年幼时一场大病做到了埃里莎的声音 之后她一直都在沉默之中 过着形大影致的生活 她的脖子上有三道莫名的伤疤 隔壁住着一位老画家 埃里莎经常去看望她 两人成为了感情深厚的朋友 一个装满水的罐子被送进了研究所的实验室 并且告诉大家这是国家机密 禁止闲人接触 埃里莎在清理这间实验室的时候 她看到了一个半人半鱼的奇异生物 埃里莎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第二天她又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埃里莎将鸡蛋给人鱼吃 将鸡蛋放在台子上 人鱼拿走了鸡蛋就潜入了水中 之后的每天 埃里莎都会给鱼人送鸡蛋吃 慢慢的鱼人不再怕她 埃里莎还会用唱片激放音乐给人鱼听 他们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这天埃里莎给人鱼送鸡蛋 突然听到有人经过的脚步声 她躲到柜子后面 听到他们讨论要把人鱼活体解包的消息 于是她联系了老画家 说服了她帮助自己实施营救计划 把人鱼救出来 她先将实验室的摄像簿移开 另一边研究人鱼的罗伯特博士 其实是苏联派来的卧底 她对活体解包的计划十分不满 想上极抗议的过程中 她看到埃里莎移动摄像头的画面 于是人家钥匙给了埃里莎 画家开车来接应他们 爱丽莎成功地将鱼人救出了实验室 在鱼人和画家的相处过程中 鱼人摸了一下画家的头 画家的头顶竟然长出了头发 爱丽莎让鱼人在自己家的浴室里躲几天 自己还是要去实验室工作 不然会得怀疑 等到雨季到来的时候 就可以让她重回大海 在陆地上的时间越久 人鱼就越虚弱 另一边实验室的人也在找寻鱼人的踪迹 这天理查德找到了和爱丽莎一起工作的胖姐家 并威胁她 最后胖姐的丈夫说出了人鱼的下落 于是爱丽莎和画家决定提前放射人鱼 把她带到海边 理查德开车追到他们 看到正在告别的人鱼和爱丽莎 理查德开箱试杀他们 爱丽莎和人鱼双狼倒下 就在画家抱着爱丽莎痛哭的时候 鱼人的身体发出了狼光 身上的伤口也慢慢地恢复了 她将理查德杀死 最终在画家的面前 人鱼抱着已经失去生机的爱丽莎 沉入了大海 人鱼在水中亲吻爱丽莎 身上也泛起了蓝色的光芒 此时爱丽莎脖子上的三条痕迹 颜色越来越深 最后三条伤痕变成了腮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